欢迎收看《百公意见》,我是张经义 今天美国当地时间的周二 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宣布竞选连任 我想你对他的执政 这两年多的功与过了然于胸 对他连任的前景也有想法 那这一期呢,就让我为你带来独特的视角 他宣布竞选连任的这一天 作为一名在华盛顿的记者 我都观察到些什么 而我在报导过五次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我对报导这第六次的美国总统大选 又有什么观察呢 然后在这一期的最后 我想要简单谈一下 这几天华盛顿的重头戏 白宫的艾森豪威尔大楼 在上周就已经挂上了两面巨大的国旗 对的,韩国总统影席院展开了 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美韩领导人会有什么惊人的宣布吗 我们开始吧 今天早晨六点 我想所有跑白宫新闻的记者 都收到拜登阵营的来信 标题是 拜登总统和哈里斯副总统宣布竞选连任 然后一如预料的 拜登是透过预录的视频的方式来宣布 那这视频的名称是自由 整个视频是3分04秒 我看了好几回 我看出了一些蛛丝麻鸡 照理说开头应该是宣扬他执政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然后本来预期这个视频的开头呢 是好莱坞式的英雄出场 像这样的 但并不是哦 这是视频播了一分钟之后才出现的画面 而一开始播的是惨烈的画面 其实记者们收到的信件通篇是没有提到他的政绩 包括促进通过重大立法之类的 反而呢 信件的第一段就提到MACA 也就是呢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简写哦 原文是呢 今天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面对极端的MACA共和党人 这场战斗仍在继续 他们也就是MACA共和党人哦 专注于剥夺美国人的权力和分裂国家 拜登总统呼吁所有的美国人为我们的个人自由挺身而出 其实呢 在视频里啊 也是一样的内容哦 从这呢 你能够看到拜登宣布竞选连任 没有讲过去两年多的政绩 也没有细谈接下来的施政目标 只有最后来了这么一句 说呢 让我们完成工作吧 这是竞选标语哦 但是呢 重点啊 其实是把2024年的这个竞选的主轴呢 定为再战特朗普 或者是类特朗普的MACA共和党候选人 仔细研究一下视频呢 就能够发觉啊 有两位共和党人出现在视频里 他们显然是拜登预想的竞选目标 对的就是特朗普与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那他整个选举的一个基调呢 就是这是一场自由对不自由的选战 那至于美国是不是自由的国家 他是不是将要失去自由呢 这个是能够争论的 不过呢 民主党的一个候选人把自己呢 跟自由挂钩 这倒是挺值得一提的 我们常常听到呢 美国追求自由跟平等 但这其实是挺矛盾 甚至是有些不太可能并存的一个概念 以后可以展开来谈 总之呢 民主党追求的其实更多的是平等 而共和党呢 才是一整天啊 把追求自由挂嘴边的 像是涌枪自由等等 那拜登就显然是要 这个自由跟平等呢 两边都占 把自己呢 打造成中间立场的候选人 其实呢 根据盖洛普长期追踪的一个民调呢 发现这些年啊 由于呢 似乎是厌倦美国的两党恶斗 美国的选民支持特定政党的人呢 变少了 自认为呢 中间选民的人呢 创下了新高 来到了49% 而支持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的呢 各只有25% 总之呢 面对拜登啊 把自己当作是对手呢 特朗普啊 是有备而来 跑过特朗普白宫新闻的记者呢 应该啊 都被列到这个特朗普阵营的邮寄清单当中 那特朗普阵营呢 显然是掌握到拜登宣布竞选连任的时间点 而且呢 还知道拜登会把他当成选举的主题哦 特朗普在拜登宣布竞选连任前的10个小时呢 就对我们记者们寄信 看来是想要先发制人 细数呢 拜登一连串的执政失败 像是阿富汗撤军灾难啦 美元即将失去国际地位啦 还有美国不知为何卷入乌克兰危机等等 洋洋洒洒地把他的失败罗列一遍之后 特朗普的结论是 他的原话哦 是有如此灾难性和失败的总统任期 拜登甚至还想要竞选连任 简直是匪夷所思 你知道上次大选发生了什么事吗 他们作弊 他们操纵了选举 这里的他们显然指的是这个拜登的民主党人 那说到这个拜登预料会再战特朗普 是因为特朗普在被刑事起诉之后呢 似乎又推高了他的支持率 多份民调都显示呢 特朗普的支持率基本上是碾压德桑蒂斯 目前目前哦 特朗普依旧是共和党人的最爱 那拜登是民主党人的最爱吗 是这样的 拜登在宣布竞选连任之后的六个小时 第一次公开露面 场合呢 是面对北美建筑业工会来发表演说 那面对一群美国工人呢 这可是绝佳的造势场合 台上台下也都积极配合拜登宣布竞选连任后的第一次露脸 虽然呢 拜登讲完重点到这个群众啊 反应过来呢 有一段时间差哦 在新闻中的《New York Times》 《Make Manufacture Greater Again》 中文字幕提供的 中文字幕提供的 4 more years! 4 more years! 4 more years! 現場看來應該是座無虛席 白宮選擇在午餐時間讓拜登露臉 顯然也是希望吸引更多人在午休時在線觀看 為拜登拉台競選連任的氣勢 我在白宮油管官方網站 用40分鐘的時間從頭到尾看完 也不時盯著在線收看的人數 然後截圖截下了最多人同時在線收看的一刻 對!最高是足足吸引了700多人同時在線觀看 來關注拜登的競選連任 說到這裡此前白宮議員引用過不少民調 支持拜登競選連任的民主黨選民 一直都在25%左右 常常都是超過一半的民主黨選民 表示不希望看到拜登再選 如此的人氣 萬一拜登再次和特朗普對決真的有戲嗎? 當然時間還有一年多 局勢是充滿各種變化 各種結局都是可能的 特朗普可能選上也可能選不了 那拜登也不排除連任 然後一路做到86歲才卸任 那以目前來看 美國民調網站538 追蹤所有近期的民調做出的統計 發現拜登整體的支持率 還是小贏特朗普1.4% 原因應該如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最新民調發現 是在拜登宣布之前做的 民主黨支持者對於拜登宣布競選連任只有22%感到興奮 最多民主黨人的感受還是還可以接受 這是多達52%的民主黨人的回答 是不是有點無奈的意味呢? 畢竟美國是兩黨政治 不支持拜登還能支持誰呢? 我報導過幾次美國總統大選 2020年大選時 選民整體是對特朗普反感 但是對拜登是抱持好感的 對拜登美國的部分選民 還抱有這些想像中的希望 但是拜登執政至今 民調支持率和特朗普同期可以說是不相上下 都只有40%左右 也就是多數人對拜登是反感的 當然選民對特朗普還是反感的多 也就是有可能2024年將是一場令人厭惡的候選人 對上很令人厭惡的候選人的選舉 像是路透社的最新聯合民調就指出 超過三分之二的美國受訪者 既不希望看到拜登再選 也不希望看到特朗普再選 這或許就像是2016年的大選一樣 反感選舉看來恐怕已經成為美國總統選舉的常態 美國選舉制度挑出的總統候選人可能已經和百姓脫節 最後來談談尹錫悅對美國的國事訪問 除了面子他能夠得到李子嗎? 這李子會是他夢寐以求的嗎? 還記得一月份時尹錫悅曾經表示韓國可能會考慮建造自己的核武器 或者是要求美國在朝鮮半島重新部署核武器嗎? 在此前一天的白宮記者會上 前任白宮記者協會的會長 似乎是掌握到白宮的什麼信息 他對拜登的軍師白宮國安助理沙利文做出這樣的提問 阿 requirement 印尼不會跟台灣 demonstrator的指定 這裡一 creo 有關這些議題呢 明天美國當地時間的週三呢 我將從白宮的現場 為你帶來美韓首腦會的前線觀察 還請先關注起來哦 感謝 平安